你假離婚怎麽要有如果沒有問題再復婚 你假離婚肯定是會復婚的呀 是不是 小孩其實才兩個月他就說要給小孩上戶口 小孩一般是隨母親的上戶口 但是說想要隨父親的話他就說要放著假離婚 因為他是北京的集體戶口 他說如果要上北京戶口的話 我只能跟他辦假離婚 孩子歸他 然後我也想著為了孩子我就同意了 他也是北大的博士後嗎 對 就還是北大的博士後 他當時說假離婚的時候說會給你復婚嗎 是 他就說當王那個孩子戶口以後就復婚 而且當時還說那我不要告訴雙方的父母 當時是說是為了孩子上戶口可能上去了 但是後來我剛說了我們要不分開呢 試試 但是我說如果我們合適我們再復婚 你在哪裡辦了離婚 你認識啊 那個離婚是正規的離婚 在法律上我跟他是合法的合法的離婚 你們當時離婚的時候還是多大呀 還是才兩個月的時候 那時候我都感覺他對我特別好 我信任他 你們當時是怎麼認識的呀 是我哥介紹的也是我哥的同學啊 初中同學 我們一三年正月的時候認識的 然後到一四年的五月份領得正 離婚婚之後我還是一直在他公婆家帶著呢 帶小孩 他當時跟我說差不多過年的時候 年前就能扮下來了 正月的時候就可以復婚的 四月份的時候我就問他了 我說那個戶口搬下來沒有 他說搬下來了 我說那要不復婚呗 他就不願意了 直到那個一七年十一月份的時候 我看到他跟我婆婆的聊天紀錄 然後才發現他在那邊都已經買車買房了 準備結婚了 肚子裡還有小孩了 也領證了 所以我感覺肯定是這邊那邊那個 可能也等不及了 你懷疑你們在婚內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好上了 對 他說是說要給我補償什麼的 我彈的條件他不答應 他正月初三回來了 回來趕他彈 他一直彈不冷 我就帶著小孩跑到包頭去找他了 但是他已經結完婚了是吧 對 最新的訴求我就是想 想要最少給我補償三四萬吧 六成左右的小孩養肺 如果他能給我高一點的話 我小孩我也還想要的 那你現在有沒有想過還跟他復婚呢 復婚 我現在 之前是想要跟他復婚的嗎 一直想要復婚 已經勸了他好多次了 他都不願意